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录制了21集的 中华自然医学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5集 人母母乳隐藏了糖不可过量的密码 我们来看这个表 最上面这个茉莉色的 就是婴儿在10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给她吃怎样的母乳呢 就是碳水化合物占46% 脂肪占47% 蛋白质占7% 我们是指热量 总热量占百分之几 也就是说 根据人的DNA 他是应该这样吃的 就好像你一部车设计出来 他应该燃烧什么油 他是有固定的 所以呢 现在的营养学专家 就参考这个母乳的成分呢 就定了一个 大家全世界都公认了 我们正常的饮食 葡萄糖不可以超过热量来源的50% 那个脂肪酸呢 应该要有40% 蛋白质10% 这个就是全世界公认的 这个 那我们为什么要碳水化合物呢 要淀粉碳水化合物呢 因为 首先 它可以拿来当燃料 可以产生能量ATP 我们一个70公斤的人 一天需要30大卡的热量 那么就是差不多2000大卡 那其中50%来自葡萄糖 就是1000大卡嘛 那么1000大卡可以来自 碳水化合物淀粉 那么是由多少的碳水化合物来供应呢 因为一公克的淀粉葡萄糖 可以产生4卡的热量 所以 1000被释除 等于25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我们看这个表就知道说 这个是以100公克为单位 看这些东西含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 比方说白米 它含水量很少 它就是含有77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可是你煮成饭呢 它干饭的话 就是41公克 100公克含41公克 那么这个面的话就含有60公克 吐司49 黄豆30公克 这样 好 我们今天再讲这个理论 实际上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这个再了解 这个碳水化合物 其实它就是糖类 那么糖类 它除了作为能量 它也是细胞修复 跟结构所需要的一种东西 像我们这个细胞外面 这个就是多糖体 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它是细胞的天线 那么这种多糖体 必须完整的糖分子 一共有八种 大家看这个木胶糖 盐藻糖 半乳糖 葡萄糖是其中一种 甘露糖 乙西葡萄糖胺 乙西半乳糖胺 还有乙西神经胺酸 就是这些 这个就是必须糖分子 一般食物里面呢 如果你的那个糖分子 完整性不够的话 它这个细胞的天线就不好 如果你能够广泛的设计 各种不同的这个植物 它的糖分子就会比较完整 所以说 我们吃这个中药 或者是吃很多不同的食物 不能够挑食 你要完整的设计 各种来自不同植物的 这个糖分子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这个天线才会完整 所以不可以挑食 那么这个就是细胞 跟细胞之间的沟通 你看它们两个细胞很活泼 一直在沟通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它会传导信息 会互相对话 像这个就是 它八种当糖设计不足的时候呢 细胞就没有办法正确沟通 好像戴了口罩 你不大认识我 我也不大认识你这样 那如果说 更缺乏的话 细胞 免疫细胞功能 它这沟通就受损了 比方说 这个白血球杀手细胞 它多糖体不够 它就没有办法辨证 什么是癌细胞 常常就把这个癌细胞当好人 没有去杀它这样 这个就是多糖体跟癌症也有关 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免疫细胞 它有时候搞不清楚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反而产生抗体来对抗 这个自己的身体 我们叫做自体免疫疾病 就是跟这个多糖体 也有一些关联性 碳水化合物淀粉 像水果啊 这些食用过量呢 就会引起葡萄糖果糖中毒 那中毒的话会怎样呢 常常就会造成下面这几种状况 第一就是细胞内酸中毒 第二肥胖 第三呢 脂肪肝硬化 第四呢 糖尿病 第五脑神经疾病 这个就是果糖葡萄糖中毒的后遗症 我们来先看这个细胞内酸中毒 intracelular acidosis 这个是葡萄糖 或者脂肪酸 在我们的立腺体里面燃烧 这个是叫做呼吸链 燃烧 燃烧的时候会产生这个ATP 还有一些二氧化碳 等等 ATP产生能量 还要放出二氧化碳 我们人体对于这个 葡萄糖的燃烧 它一个分子的葡萄糖会产生 38个ATP 在氧气足够的时候 这个立腺体完好的时候是这样 那么38个ATP同时产生六个二氧化碳 38倍6除就等于6.33 那么如果我们燃烧脂肪酸的话 就是129倍16除 燃烧16个碳的中里酸 等于8.06 所以说我们人不能完全燃烧葡萄糖 完全都是燃烧葡萄糖 不燃烧脂肪酸的话 它的那个效率比较差 因为燃烧脂肪酸的效率会比燃烧葡萄糖好27% 所以我们两种都要用 可是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吃东西 不管它是吃素还是不吃素 你看都是米饭 面脉 水果 豆 豆一公克含有30公克 100公克含有3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水果更是大部分的碳水化合物 米麦制品酱 油脂吃的好少好少 油脂本来应该吃40%的 可是吃反而是最少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饮食一个毛病 事实上我以前也是像左边这样吃 吃出一身病 包括糖尿病 这个死亡膜玻璃 那现在我改变了 改变成这样 就是说油脂反而占5-60% 那么其他淀粉呢 这个碳水化合物反而是少了 最少了 这个是另外一种错误的疗法 葛生疗法 它是强调低脂 很不可思议嘛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脂肪正常来讲 需要40%吗 它吃大量的蔬果汁 低脂 这样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这个是差不多快要100年前的一个葛生 他是提倡的 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在用 所以我们人 不管你是做生酮饮食 还是一般饮食 你的血液里面最好要能够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酮体 酮体我们叫做良性血酮化 营养性血酮化 运动性血酮化 当然不要病态的这个血酮化 你看我们一般上 人体里面的酮很少 就是0.1个 mol 可是呢 我们做生酮饮食的人呢 就很注重那个 你血液里面有没有出现酮 一到三左右是最理想 为什么出现酮呢 因为葡萄糖燃烧就直接进到细胞里面燃烧嘛 可是酮 脂肪它不一样 它一定要经过这个 肝脏 分解成四个碳 四个碳 三个碳的酮才能够燃烧 所以我们血液里面会可以震射到酮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 淀粉吃的很多 面包一直吃 水果一直吃 一直吃 饿了就吃 然后你的那个血液里面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酮嘛 因为你不在燃烧脂肪嘛 所以你的酮可能是0.1以下 血液里面的酮 那如果你 间歇性断食啊 过五不食啊 或者故意给他饿个一两餐 或者你长期淀粉不吃 或者吃很少 我们叫做低糖 生酮饮食的话 你的血液里面的酮 可能会出现一到三左右这样 那运动以后呢 因为燃烧脂肪嘛 葡萄汤 肝糖烧完了就烧脂肪 那么你就会出现酮体 出现酮体 在传统上 很多医疗人员说 哇 你这个血液有酮不好 怕会中毒 不是这样的 我们叫良性血同化 运动性血同化 营养性血同化 是一件好的事情 可能很多医护人员 还跟不上 脑袋还跟不上 这个血液里面 如果有出现酮的话 尿里面也会出现酮 所以大家验尿 也可以 看这跟酮是很重 这个就是没有酮 negative 所以 尿同化 血同化 一部分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不是坏事 我们讲 一部车 如果你加错油 会抛锚 对不对 引擎 柴油引擎车 你加到汽油 它就发动不了 乱加乱加 烧瓦斯的 你加到汽油 它就跑不动了 所以不要加错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人体这部机器 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加错油呢 就是碳水化合物占热量的50% 脂肪40 蛋白质10% 可是现在很多人说 吃饭王帝大 想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健康他就管不着了 他自我感觉良好 叫尘口福之欲 抱饮抱食 花了一点钱到餐厅去吃到饱 其实那个就是虐待自己 我们说这个不想活了 乱吃乱吃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表就是说 正常人亚健康代谢症候群癌症 其实种种的疾病 所有的疾病都跟新陈代谢有关 所谓新陈代谢 就是你燃烧碳水化合物 燃烧油脂 燃烧蛋白质 这些 这些引起的一些过程 我们叫新陈代谢 它当然会产生很多结果 所以车子加错油 人就容易生病 车子就会容易抛锅 故障 人体所知道的废弃物 一定要完全被排出来 我们细胞每天都在 燃烧脂肪 就好像你工厂一直燃烧燃烧 一个细胞里面有1000个立腺体 我们人体有60兆个细胞 你看 立腺体就是一个引擎 就是一个锅炉 燃烧燃烧 不是会产生很多废弃物吗 所以这个废弃物 你不要产生太多 少一点 还有废弃物要被排出来 如果没有排出来 这个酸没有排出来 你的酸就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你的膀胱 没有出现酸 尿里面没有酸 我们的尿 它的酸减值应该是 6以下或者5.5以下 这个是最理想 如果你的尿呢 是7啊 8啊 9啊 这个表示你就离 生病的日期不远了 大家看看 这个尿下面这个 5 6 7 8 9 千万不要到7 8 9 这样的话 表示身体快要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尿里面 还有另外一种废弃物 我们叫做自由基 那自由基呢 把尿放在这个室管里面 它就会出现下面这种 不同的这个颜色 越红的话就越多 越淡的话就越少 这样 那自由基跟酸是 共同排出的 酸排不出来呢 自由基也就排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细胞内 要维持pH7.2的微减性 如果你酸都没有排出来呢 细胞里面就变酸了 我们叫细胞内酸中毒 细胞内酸中毒 我这边挤一个案子 像这边有一个先生 60多岁 他就是经常高血压 一个礼拜去挂好几次急诊 高血压 医生说没有怎么样 只是高血压 吃了高血压的药 就让他回家了 他找我的时候呢 我看他的尿是8 让他到这个保健馆去体验 一个清晰 酸就被氢排出来了 他的自由基呢 也没有什么自由基 变成自由基排出来 大家看下面这个 酸减值由8到5.5 自由基4变9 就是排出来了嘛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呢 他还是酸 酸还是排不出来 那么体验的氢就排到6 7.5到6 4变9 那么第三次来的时候 他就6.5变5 8变9 这个患者 我就给我一个很明确的 很肯定的一个资讯 就是说 我问他说 你淀粉是很多吗 他说没有 没有吃什么米饭 面食 水果是很多吗 也没有 我问他 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营养品 他说最近朋友送一桶蜂蜜 他每天都吃100cc的原汁的蜂蜜 以上这样 我说你是葡萄糖中毒了 我就叫他去断糖 后来 来了我们门诊 差不多 他不是住在国内了 就一个月之内都没有 再去急诊室了 就整个就好起来 当然要持之以恒 像这边有一个也是很爱吃甜食的人 他本身有抑郁症 偏头痛 失眠脑污 视力模糊 月入很高的 可是几乎没有办法上班了 你看他的尿也是很简 4月21是8 23还是8 这个体验轻 体验了很多很多很久 24也还是很高 到了这个5月1号 就很奇怪 你看 他这个尿还是到这个很简性 那我就问他 因为我有跟他说你要吃生酮饮食 要断糖这样 我就问他你有到底有没有做生酮饮食 他说有啊有啊 我都没有吃米饭啊面食啊 我说那你油一天吃多少 他说油我还没有吃啊 我都吃肉啊 我的天啊 其实啊 吃肉就是等于阿金饮食嘛 不吃淀粉 吃肉就是阿金饮食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饮食啊 因为肉啊 事实上他比吃这个淀粉还惨 因为肉50%会变成葡萄糖啊 所以他就开始断食 到了5月7号以后 你看这个 断食以后 酸就排出来了 油脂吃到够 那么这个排酸的管道 就会比较容易通畅 再来就是肥胖 我们知道这个碳水化合物淀粉 都会变成葡萄糖嘛 葡萄糖有时候会变成干糖这样 那干糖 储存不够多嘛 只能够储存几百公克而已 那么 它会变成脂肪 这个 葡萄糖会变成脂肪 因为我们吃了葡萄糖以后呢 胰岛素就会分泌嘛 它会促进这个 干糖合成脂肪合成 蛋白质合成 所以说葡萄糖 它也会变成这个 脂肪 会变成脂肪 会引起肥胖 像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怀孕 你他不是怀孕 他真的是肥胖 你看他断糖以后呢 整个就瘦下来了 这个也是 断糖生酮饮食 非常非常的有效 所以要减肥就是要断糖 生酮饮食 如果你不吃淀粉 不吃葡萄 不吃摊水化合物 它这个就不会合成 不会变成脂肪了嘛 当然减肥就有效了 脂肪肝也是一样 因为脂肪肝的人 很多都是喝这个甜的饮料 比方说 我们这个便利商店买的这个甜饮料 有些国家禁止果糖啊 台湾还没有禁止 因为果糖 我们人体没有一个细胞会接受 只有呢 肝脏免为其难的处理它 把它当废弃物处理 把它变成这个油脂 合成油脂出出 那肝脏变成肝里面的油脂 那个就是脂肪肝嘛 那如果你的葡萄糖吃太多 它也会变成油脂 所以不要以为水果是很营养很好的东西 水果也是不能够吃太多的 还有这个蔗糖也是 蔗糖有一半果糖 一半葡萄糖 蔗糖吃太多 同样都是属于糖 这个碳水化合物 变粉吃太多 变葡萄糖 变油脂 这个就是储存在肝里面 肝里面细胞就很多油滴在里面 时间久了呢 上面是正常的肝 下面是脂肪肝 那久了就会变成这样粗粗的一粒一粒的 以前我记得我们开刀的时候 以前我当外科医师的时候 就常常看到有正常的肝脂这样 猪肝色猪肝色的 那有人肝脂是黄的 摸起来粗粗的 这种肝我其实也摸过不少 这样就觉得还蛮可怕的 那如果你不吃碳水化合物 断糖以后呢 这个脂肪慢慢慢慢就会消耗掉了 这样 因为肝脏 它是很会再生的嘛 如果我们把肝捐一半给人 过半年一年它肝会长回来 肝是可以再生的 很少器官能够再生 可是你的肝如果损坏50% 你的胆红素啊 白蛋白啊 阿摩尼亚都还是正常 可是你肝坏掉90% 肝才会呈现异常嘛 医生告诉你说 你负水了 肝硬化了 黄胆了 这个肝硬化到最后 当已经没有办法带肠的时候呢 症状才会跑出来 那怎么样来清除脂肪肝呢 最有效就是清水断食了 饿它七天这样 不过这个会很难过的 除非你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大家互相打气 饿啊饿 饿到两三天以后 头脑就清除了这样 脂肪肝就排掉了 还有比较合理的 比较理性化的 就是肩脐性断食 比方说 一天不吃啊 两天不吃啊 其实脂肪肝很快就会 那个油脂就会排除掉 还有就是如果能够的话 就过五不食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再来呢 不然就是低糖 生酮饮食嘛 就是糖 我们不是一般上可以占到五成 五成嘛 五十个percent嘛 你可以吃到十个percent啊 四十个percent啊 那慢慢慢慢的 它的这个脂肪肝也会消掉这样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因为脂肪肝算是不治之症嘛 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消除脂肪肝嘛 医生最多是说你胆固醇膏啊什么 好三酸肝油脂膏开药给你嘛 再来就是说 定粉吃太多 有时候 有些人会引起这个糖尿病 我本身当然也是重症糖尿病嘛 那不过我目前都没有吃药 不用打一倒数这样 都是用断糖生通饮食 所以我写了一个叫做 糖尿病不必吃药不必打增 大家可以上Google搜寻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这一篇文章 所以原则上 不吃碳水 化合物 淀粉就没有糖尿病 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吃东西下来 这个食物里面的葡萄糖 分泌了以后呢 会刺激我们的胰胀 分泌这个蓝蛇的T型是胰岛素 这个方块型是葡萄糖 胰岛素 它伸进去这个药食孔 我们叫做胰岛素接受器 把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 这样葡萄糖就可以进入细胞里面 那如果你这个胰岛素不够好 或者是这个接受器本身有问题 它就没有办法打开葡萄糖通道 所以糖尿病就跑出来了 那另外一种 前面讲的是第二型糖尿病 另外一种你根本就没有胰岛素 所以就是第一型糖尿病 是这样分的 那我们人的胰岛 胰胀里面有一种小细胞 一群一群的细胞 就是胰岛嘛 它有α,β,γ,δ,四种细胞 这个细胞,这个β-CIL 会分泌kinsulin α-CIL,γ, Priest,酪酵素 这个胰岛素就是β-CIL分泌的 促进这个 让葡萄糖 可以燃烧掉 燃烧不掉的就合成肝糖 合不成肝糖的就是合成脂肪 所以你要是能够继续胖一下 很少人会糖尿病 就是说有一天再也胖不起来了 糖尿病就跑出来了 那我们人是这样 我是认为说 葡萄糖 如果已经没有办法代谢了 它不一定是胰岛素缺乏 也不一定是胰岛素品质不好 很可能你燃烧葡萄糖的那个引擎坏掉了 像我一样就是 我燃烧葡萄糖的引擎坏掉了 你不要说只是来去降血糖 有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用 因为如果你葡萄糖高 血糖高 如果你只是想要吃药的话 那么来降低血糖 其实对于糖尿病的后遗症 像虾眼中风 肾衰竭 还有节肢等等 是没有什么帮忙的 大家可以看断糖生酮饮食 是糖尿病患者的塑效解放13级 看一下就很清楚 还有退化性脑神经疾病 也是淀粉 糖吃太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糖吃多 当然油脂就吃不够了 这个是我们的脑 脑细胞 它是需要很多这个葡萄糖的 可是你不能够过量 不能够过量 我们如果做PET 就是打这个葡萄糖的同一树到脑里面 左边这个是正常人 右边这个是阿兹海默症 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的人 所以阿兹海默症又叫做第三型糖尿病 是脑细胞的糖尿病 像这个忧郁症的人也不大会代谢葡萄糖 可是呢这种 这个PET造起来很红的 这个是什么呢 强迫症 过度利用葡萄糖 这个也是 这个是精神分裂 这个是一些潜在异常的 最左边的是正常人 所以葡萄糖射击过量或者不足 都是精神神经疾病 或者退化性脑神经疾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大概在三年多以前呢 就有写了一本书 叫做精神神经疾病 不要而已 大家打这个书名 还是可以在网络上 网络上阅读到这一本书 因为好 我不大承认人有精神病 精神病大部分呢 都是脑细胞生病的 当然除了遗传的以外 所以各种的这个精神病都可以透过 这个食物疗法来得到缓解 甚至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 还可以完全潜移 所以说精神疾病 脑神经退化性疾病 还有精神疾病 情绪障碍是没有药 是无药可医的 我常常跟患者说 你这个没药医 他们听了都吓了一跳 我说不是不会好 是不要用药才会好 他听了懂 这样还有希望还不错 所以说你看 这个像睡眠呼吸中止症 也是因为淀粉吃太多 因为那个我们的这个脑 脑的那个脑干的呼吸控制中枢 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所以引起很多这个后遗症 其实 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断糖 断糖生通也是 而不是去开刀 和带这个C-POP 不是这样 还有就是说 肠肉肺肉脑肉 引起的这个症状 像土瑞 过冻 一些精神疾病 各种器官的发炎 自体免疫疾病 其实也是跟淀粉吃太多有关 难以想象的是说 我很多很多的这个病人 内风湿关节炎 他们一断了糖 关节就不痛了 这个酸都排掉了 或者去体验清 或者做了热疗 就全后判作两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会做这个专辑这个原因 我是用食物来治病的医生 就是说食物 你起码你要按照正常的 这个比例来吃 碳水化物50 脂肪40 蛋白质10% 这样千万不要过量 如果过量了以后呢 搞不好就要吃断糖 或者减糖生酮饮食 所以这个就是 第五集上面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